宋晨鱼眼前一亮 他没想到 这次的美食街之行 还有这样意外的收获 就在这时 宋晨鱼又看到另外一道身影 那是谁 叶卓 叶卓怎么也来了 宋晨鱼眼底的亮光 瞬间消失不见 缓了缓 宋晨鱼的脸上 又重新恢复笑容 叶卓再又怎样 叶卓在他 照样能让岑绍青看到他 思极此 宋晨鱼赶紧小跑着过去 叶子 叶卓微微回眸 宋晨鱼满脸惊喜地道 看错了呢 叶卓语调淡淡 宋晨鱼 在节目外 我们好像没那么熟 宋晨鱼脸上的笑容 僵硬了一瞬 他没想到 叶卓竟然如此不给他面子 叶卓有什么可傲的 如果不是岑绍青和林家的话 叶卓什么都算不上 抛去那些华丽的身份 叶卓就是个小网红而已 宋晨鱼脸上笑容不减 接着道 不好意思叶小姐 是我太冒失了 雨落 宋晨鱼就像刚看到岑绍青一眼 意外地道 陈先生也来了 陈绍青的目光 直接越过宋晨鱼 一手拿着东西 一手牵起叶卓的手 我们去那边逛逛吧 嗯 陈绍青只是暂时地 被叶卓迷住了而已 只要他坚持 就一定能让陈绍青看到他 宋晨鱼在心里安慰着自己 接着道 叶小姐 陈先生 我今天是一个人过来的 在东周碰到熟人不容易 要不我请你们喝杯茶吧 宋小姐 陈绍青微微回眸 看着陈绍青的侧颜 宋晨鱼的心跳 都漏了一拍 他叫他的名字了 宋晨鱼非常激动 陈绍青叫他干什么 难道是主动请他喝茶 陈绍青接着开口 我不是陈绍言 你是什么人 我心里很清楚 我劝你 最好把那些见不得人的心思 都给我收一收 女孩子 总归是要点廉耻的 这番话说得不留任何情面 直接化作锋利的刀刃 一刀刀地 搁在宋晨鱼的脸上 宋晨鱼直接就愣住了 他没想到 陈绍青会突然说出这么一番话 明明陈绍青以前 就没有这么讨厌他的 陈绍青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难道是因为叶卓 对 肯定是叶卓 叶卓到底在陈绍青面前 说了他多少坏话 宋晨鱼看着叶卓和陈绍青离开的背影 气得浑身都在发抖 等着 他一定要让叶卓付出代价 宋晨鱼握了握拳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 陈绍青和叶卓 坐上回京城的私人飞机 下午三点钟 飞机顺利抵达京城机场 陈绍青开车 把叶卓送到林家 叶卓一星期没回来 林锦诚和叶书 以及林泽都站在门口等他 爸妈 哥 卓卓回来了 叶书走上前 拥抱了下叶卓 明明才分开了一个星期而已 可叶书却觉得有好几个月时间那么长了 林锦诚上下打量着叶卓 微微醋没到 好像瘦了不手 卓卓 你这几天在节目组吃的什么 林锦诚现在甚至已经在考虑 叶卓拍第二期节目的时候 要不要拍两个厨师跟着 叶卓笑着道 哪里瘦了 爸 您看错了吧 节目组给的食材都特别新鲜 山里的空气也非常好 这几天我感觉我都长胖了 林锦诚皱着眉道 食材 这么说你们要自己做饭 嗯 叶卓微微点头 林锦诚接着道 你下一期节目什么时拍 半个月后 叶卓接着道 怎么了爸 林锦诚道 你不是最喜欢吃李大厨和王大厨做的饭吗 到时候让他们俩跟着你一起去 林锦点点头 我觉得爸说的很对 一个星期没见 林锦不止觉得叶卓瘦了 甚至觉得叶卓都有点营养不良了 叶卓知道林锦诚没跟他开玩笑 爸 哥 你们俩说什么呢 我是去参加节目的 又不是去享受的 带着厨师过去像什么样 让不知道的人看到了 还以为我在耍大小姐威风呢 林锦诚道 你本来就是我们林家的大小姐 叶卓 叶叔笑着道 好了好了 都别站在门口说话了 快进去吧 雨落 叶叔接着道 对了卓卓 少卿呢 他不是送你回来吗 怎么没看到他人 叶卓道 他还有会要开 回公司了 哦 叶叔点点头 一家四口往屋里走去 林则接着道 卓卓 你那个节目什么时候播 叶卓道 应该是一个星期后 导演说确定时间之后 会在群里通知的 林老太太坐在轮椅上 躲在一座雕像后 看着一家四口的身影 暗暗抹了把眼泪 如果她是个好奶奶的话 今天就可以站在一起 跟着林锦成和叶叔他们一起迎接叶卓回来了 可惜 她不是个好奶奶 这些日子 林老太太一直都在忏悔中度过 老太太 您别哭了 王嫂递给林老太太一张手帕 林老太太笑着道 没哭 我没哭 咱们也回去吧 王嫂叹了口气 推着林老太太往回走 为了庆祝叶卓回家 晚上 林锦成亲自下厨 做了满满一桌子丰盛的饭菜 吃完饭后 林泽端过来一盘漂亮的甜品 卓卓 你尝尝看好不好吃 叶卓尝了一口 点点头道 非常好吃 林泽嘴角浮现出淡淡的笑意 叶叔看向林泽 阿泽 前些天我就看到你 经常出入甜品房 这个甜品 是你亲手做的吧 文言 叶卓抬头看向林泽 哥 真的是你亲手做的 林泽点点头 因为叶卓喜欢吃甜品 所以林泽就跟家里的甜品试学了一首 叶卓笑着道 哥 你真是太厉害了 既然是你亲手做的 那我得好好品尝 说着 叶卓就吃了一口 细细品着 奶香浓郁 一口咬下去 里面的奶油 还有爆浆的感觉 还带着薄荷的清香 哥 这简直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甜品 真的吗 得到叶卓的称赞 林泽的眼睛都跟着亮了起来 当然是真的 叶卓接着道 我哥哥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 做出来的甜品当然好吃 叶叔看向林泽 假意称怪道 阿泽 你就给卓卓一个人做了甜品 都没有妈妈的份 是不是有点太偏心了 林泽有些不好意思 我以为您不喜欢吃甜的 叶卓接着道 谁说我不喜欢吃甜的 那我下次再给您做 叶卓笑着道 妈跟你开玩笑呢 你给你妹妹一个人做就行 转眼就到了国画界竞选会长这天 竞选会长是大事 竞选结束之后 还有一场画展 叶卓看着眼前的温馨 心里白转千回 能拥有这么温馨的家庭氛围 是他上辈子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第二天 叶卓去了学校一趟 李月好久没看到叶卓 此时看到叶卓回来 激动得不行 大卓卓 你可终于回来了 我都想死你了 叶卓笑着道 我也想你 李月月接着道 你去参加乡村 节目怎么样 有没有帮我要到我男神的签名 签名 叶卓冷了下 什么签名 李月月脸上的笑容 瞬间消失的一干二净 卫星制的签名啊 大卓卓 你不会把这件事忘记了吧 叶卓有些不好意思的抓了抓头发 不好意思啊 月月 我真给忘了 李月月都要哭了 她特别喜欢卫星制 从小就喜欢 家里贴满了卫星制的海报 就在这时 叶卓从包里拿出一本笔记本 笑着道 笨蛋 我刚刚是骗你的 这是魏老师的亲笔签名 你看看 李月月接过签名照 瞬间满血复活 跳起来抱住叶卓 啊啊啊 大卓卓 我真是太爱你了 大卓卓 你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卓卓 叶卓接着道 对了 魏老师知道 你很喜欢她之后 还让我给你带了个礼物 礼物 什么礼物 李月月的眼睛里 都要冒出星星了 叶卓拿出一个礼盒 你自己看吧 李月月接过礼盒 拆开之后发现 里面是一个杯子 杯子 印着卫星制的海报 还有她的亲笔签名 李月月拿着杯子 狂清了好几下 哎呀呀 我现在好激动 我要拍照片 我要发朋友圈 我要发到相亲相爱 一家人群里去 大卓卓 你简直就是 我最亲的亲人 说到最后 李月月又紧紧地抱住叶卓 叶卓笑着道 你快去拍照吧 对对对 我得赶紧去拍照 李月月连着拍了好几张照片 给每个群里都发了 然后又分享朋友圈 魏星制是一个实力派明星 喜欢她的人不少 加上去年乡村的爆火 不一会儿 李月月就收到了200多个赞 李月月看向叶卓 大卓卓 你去拍乡村 第二期的时候 我能去探班吗 叶卓点点头 应该可以 李月月兴奋至极 笑着道 那你们拍第二期的时候 我要去探班 好啊 叶卓打开电脑 在剧组待了一个星期 他已经一个星期 没有认真营业了 此时打开电脑 各种信息弹窗 几乎占据了整个电脑屏幕 叶卓不紧不慢地回复信息 李月月接着问道 大卓卓 最新一季的乡村 大概什么时候播 叶卓十指快速地 在键盘上的敲击着 听导演说 应该是一个星期后 但具体时间还没定 还要看广电审核 哦 李月月点点头 那应该快了 到时候 我一定要死守在电视机前 第二天 上午没课 叶卓约了赵拼婷 还有安丽兹一起小聚 赵拼婷和安丽兹 都非常喜欢昌裕 所以叶卓特地要了昌裕的 亲笔签名照 两人开心的不行 赵拼婷笑着道 卓卓 那是不是以后 你就要成为大明星了 叶卓摇摇头 我就是 去参加个真人秀节目而已 没有出道当明星的想法 如果不是为了 省下一笔代言费买甜品 叶卓也不至于 去参加综艺节目 不过参加过 乡村 这个节目之后 叶卓发现 这种综艺节目 还挺好玩的 乡下空气好 食物新鲜 还能吃到各种野果子 最重要的是 还有拖拉机可以开 安丽兹接着道 我听说这期节目 宋晨鱼也是常驻嘉宾 叶卓点点头 是真的 宋晨鱼真人好不好看啊 我之前听说 他和昌裕在谈恋爱 有过合作 之后就传出暧昧新闻 有很多人 都是他们的CP粉 不过自从那部 电视剧的热度下去之后 两人就再也没有 出过什么绯闻了 安丽兹之前 也是他们的CP粉 假新闻 叶卓语调淡淡 他们俩在节目组 基本上没什么沟通 文言安丽兹脸上 全是失望的神色 原来是假的呀 我说他们俩 怎么好久都没消息了 赵平听到 假的也好 我觉得宋晨鱼 有点配不上昌语 安丽兹嗷一声 我还挺吃他们俩的盐的 转眼 又去过去三天 今天是国画界 竞选会长的日子 叶卓半个月前 就收到岑老太太邀请 去参加国画界的画展 早上八点 叶卓开车 来接岑老太太 他到的时候 岑老太太 已经站在门口等着了 岑老太太身穿一件 浅色的旗袍 银白色的头发盘在脑后 被一根木簪固定住 气质典雅 让人不由地想起一句话 岁月从不败美人 岑老太太年轻的时候 就是大美人 如今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了 但骨子里的气质依然还在 这种气质 是经历多少风吹雨打 也是无法磨灭的 看到叶卓过来 岑老太太激动地朝他挥手 叶子 岑奶奶 这是叶卓第一次见 岑老太太穿旗袍 眉眼尖竟是惊艳的神色 岑奶奶 您穿旗袍真好看 那是 奶奶我年轻的事 可是远近闻名的大美人 当年追我的人手拉手 可围绕地球好几圈 岑老太太笑着道 就比叶子 你差那么一丢丢 说到最后一句话 岑老太太比了个手势 岑老太太活到这么大年纪 谁都不服 就服叶卓 叶卓笑着道 岑奶奶 您太谦虚了 等我到了您这个岁数 肯定没您好看 谁说的 叶子 你在我心里 就是宇宙第一好看 就算是老了 也是宇宙第一好看的存在 叶卓眉眼含笑 岑老太太坐上副驾驶 转头看向叶卓 接着道 卓卓 我听二丫头说 你车技非常好 我年轻的时候也非常喜欢赛车 可惜现在年纪大了 折腾不动了 叶卓有些意外 奶奶 您也喜欢赛车 当然了 岑老太太点点头 我和你岑爷爷 就是因为赛车认识的 只不过 我和他都是半吊子 叶卓接着道 那您坐好 咱们绕路走盘山公路 要不然不好发挥 京城车辆多 别说赛车了 正常行驶都能堵车堵半天 好啊好啊 岑老太太特别兴奋 不一会儿 盘山公路上就出现一辆 风驰电车的红色轿车 甩尾急速侧滑 各种惊险动作轮番上演 让人目不暇接 坐在车子里的人 更是激动到不行 肾上限速狂飙 岑老太太从没有体会过 这么刺激的感觉 转头看向叶卓 满脸崇拜的道 叶子 你真是太厉害了 叶卓双手扶在方向盘上 表情淡到不行 那样子 好像在开车的人不是他一样 一般一般 世界第三 胡说 岑老太太接着道 明明是世界第一 叶卓乐出生 另外车子就停在大会场前 此时 会场的停车场上 已经停满了各种豪车 毕竟竞选会长不是小事 叶卓挽着岑老太太的胳膊 两人往会场入口处走去 竞选会是以酒会的方式举行的 里面公筹交错 推杯换盏 到处都是人 非常热闹 一进去 就能听到各种交流声 你们说下一届协会会长是谁 肯定是刘采一呀 这还用说吗 我也觉得是刘采一 刘采一本身就是副会长 能力高 有才华 从副转正也很正常 刘采一还挺厉害的 听说她今年才28岁 那她算不算文学协会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会长 这还用说 刘采一从副会长转至正会长 已经是铁板上钉钉的事情 所以今天 她打扮得比较隆重 身穿酒红色的晚礼服 手里拿着高脚杯 从容地应付着众人的祝福和奉承 刘小姐 恭喜你 谢谢 刘采一举了举手里的杯子 瞧我这张嘴 从现在开始 我应该叫您刘会长才是 中年女人接着道 刘会长 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 好说 刘采一轻轻点头 她等这一天 已经等了三年了 会长之位 就是个过渡的而已 以后 她还会爬得更高 走得更远 她的未来一片光明 就在这时 刘采一目光一扫 看到了一道纤细的身影 白衣黑裤 眉眼如画 散漫中裹挟着几分清冷 还带着一股不可忽视的匪气 喧闹的酒会 在不经意间 就成了她的背景版 这是夜拙 刘采一目光一冷 今天是她的场子 夜拙来干什么 宣宾夺主 听说夜拙最近 还去娱乐圈 拍了一部综艺节目 她不会把国画界 也当成娱乐圈了吧 长得好看的 在娱乐圈 或许能收获一波眼粉 毕竟那些粉丝 都是看脸的 但这里是国画界 在国画界 长得好看的 最多只能算花瓶而已 刘采一皱了皱眉 就在这时 夜拙突然抬眸 目光刚好和刘采一的目光对上 夜拙微微勾唇 就这么看着刘采一 那目光像是在看一个跳梁小丑 刘采一哪里能想到 夜拙会突然有这个动作 心底发虚 背脊上的冒出一层冷汗 慌忙地一开视线 等一开视线后 刘采一才反应过来 她慌什么 该慌的人应该是夜拙才对 夜拙靠作弊 才赢得了考核赛上的第一 而她却是有超市制裁的 马上她就是国画协会的会长了 夜拙是什么 除了是于大师的弟子之外 她什么都不是 似及此 刘采一重新抬头 朝夜拙看去 此时夜拙留给刘采一 就只有一个背影 刘采一看着夜拙的背影 眼底有微光闪过 夜拙挽着岑老太太的手腕 走在大厅 大家都好奇地朝这边看过来 看清夜拙的脸时 眼底都浮现出惊艳的光 她太瞩目了 像一个闪闪发光的太阳 让人想忽视都难 这个女孩是谁啊 不清楚 我的天 她长得好漂亮啊 你有没有觉得 她比刘采一还好看 这两人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好吗 我本来以为刘采一已经够好看的了 没想到 有人居然比刘采一还要好看 没想到刘采一也有 被人比下去的一天 听着众人的声音 刘采一脸上的神色变了又变 好看 好看有什么用 马上坐上会长之位的人是她 夜拙能干什么 夜拙就等着被她碾压吧 四季次 刘采一心里好受了不少 夜拙和岑老太太 找了个没人的位置坐了下来 刚坐下没一会儿 夜拙的手机就响了下 这是特殊提示音 夜拙看向岑老太太 岑奶奶 我去一下洗手间 去吧 岑老太太点点头 夜拙起身往洗手间的方向走去 得知岑老太太来了 岑老立即迎过来 唐姐 今天人多 怠慢您了 真是不好意思 岑老太太白白手 都是自己人 没必要来虚的 岑老看了眼岑老太太的四周 接着道 您孙媳妇今天没空过来 自从那天回去之后 岑老就非常好奇 岑老太太的孙媳妇 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能画出那样的山水画 肯定不简单 岑老甚至有些怀疑 那幅画是不是真的 出自一个年轻人的手 他总觉得 现在的年轻人太过浮躁 没有那样的心境 别说年轻人了 哪怕是他 都很难画出那样的话来 岑老太太笑着道 他去洗手间了 马上回来 好 岑老点点头 那我就等一会儿 约莫五分钟之后 岑老太太突然站起来 笑着道 你看 我孙媳妇回来了 岑老回头一看 脸色微变 叶小姐 岑老太太疑惑地道 你也认识我孙媳妇 文学界考核赛的第一 谁不认识 只是 让岑老没想到的是 叶卓居然是 岑老太太的孙媳妇 这也太巧了 岑老突然有些反应不过来 转头看向岑老太太 堂姐 你确定叶小姐 就是您的孙媳妇 岑老太太脸色一沉 老大不高兴 瞧你这话说的 我还能认错自己的孙媳妇吗 岑老咽了咽喉咙 再次确认到 是那个穿白色衬衫的小姑娘 是啊 岑老太太点点头 傲娇的道 怎么样 我孙媳妇优秀吧 岑老刚开始并不相信 一个年轻人 能画出那样的话来 见了叶卓之后 他就没有任何疑惑了 因为叶卓 本就不是什么普通的年轻人 岑老笑着点头 优秀 您孙媳妇 简直太优秀了 那是 岑老太太一脸傲娇的道 我亲自挑选的孙媳妇 能不优秀吗 就在这时 叶卓走到边上 岑老太太拉着叶卓的手 主动介绍道 叶子 这位是国画界的齐老 小齐 这是我未来的孙媳妇叶卓 叶卓转眸看向齐老 礼貌地道 齐老 叶小姐 齐老笑着道 久闻大名 叶卓微微一笑 您过奖了 在此之前 齐老并没有和叶卓交流过 经过简单的交流 让齐老对眼前这个 不骄不躁的年轻人 更加欣赏 齐老接着道 唐姐 我还有事 要过去一下 如果有招待不周的地方 还请您见谅 岑老太太摆摆手 你去忙吧 齐老朝岑老太太拱了拱手 唐姐 那我就先过去了 不多时 竞选会便正式开始了 大家都放下酒杯 看向台上 齐老站在台上 先是寒暄了几句 随后便真是进入主题 现在我宣布 下一届的国画协会的会长是 刘采一的心 都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在众人的目光下 缓缓从椅子上站起来 虽然此时 齐老还没有宣布 那个人是谁 但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了 除了他之外 还有谁有能力 坐上会长的位置 就在此时 齐老的目光 缓缓落在叶卓身上 接着到 叶卓小姐 叶卓 叶卓 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刘采一直接就猛掉了 还以为自己出现幻听了 成功晋升会长的人 应该是他才对 怎么变成叶卓了 刘采一的脸色煞白不已 站在那里 双腿都在颤抖着 尴尬又难堪 为什么 这到底是为什么 叶卓他凭什么能成为会长 他有真才实学吗 在场的众人也都愣住了 他们都刘采一是下一任会长 刘采一也从椅子上站起来了 而最后的结果 却变成了叶卓 叶卓 叶卓是谁 叶卓好像是前阵子文学界 考核赛德第一的那个女生 可我听说她是抄袭 抄不抄袭我不知道 我听说她长得可好看了 齐老为什么会选她当会长 难道是因为 齐老和于大师是好朋友 卧槽 他们在搞什么 那可是国化协会的会长 会长是随便什么人 都能当的吗 齐老是不是老糊涂了 这是竞选会长 又不是选美大赛 让叶卓当会长 叶卓他有那个能力吗 台下议润纷纷 其实叶卓也有些猛 在齐老嘴里 听到他的名字时 他还以为是听错了 他就是来凑个热闹而已 没想到莫名其妙地 成为下一届会长了 现在选会长 都这么随意了吗 跟叶卓一样 曾老太太也以为 自己这是出现幻听了 转头看向叶卓 叶子 刚刚小齐在台上报的是 你的名字吗 好像是 叶卓接着道 可我对会长 这个位置没兴趣 就在这时 齐老走到台下 来到叶卓面前 叶卓小姐 请问你是否愿意 担任我们国画协会 下一届会长支持 叶卓站起来 看向齐老 委婉地拒绝 感谢齐老厚爱 他一句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道愤怒的声音打断 齐老 我不同意 齐老转头看去 只见是国画界的 二长老站起来了 二长老很看好刘采一 原本内定的人就是刘采一 现在突然换人 而且还是换上一个 有着抄袭黑历史的新人 这让二长老根本就接受不了 国画界怎么能让一个 有抄袭历史的人当会长 这不是让人笑话吗 二长老接着道 会长之位举足轻重 您连商量都不商量一下 将这么重要的位置 交付给叶小姐 这样是不是太草率了 不但草率 对刘采一也不公平 刘采一是凭借自己的本事 一步一步地爬上来的 叶卓呢 叶卓凭什么 凭抄袭吗 此言一出 立即有人附和 我觉得二长老说得对 这么做确实是太草率了 确实很草率 看到这么多人 都在为自己出头 刘采一心里好受了不少 叶卓根本无法和他相提并论 齐老微微醋眉 看到这么多人都支持自己 二长老有底气了不少 接着道 刘副会长的能力 是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而叶小姐 不过是在文学界考核赛上 得了一次第一而已 更何况 那个第一还来得不明不白 叶卓本就无心当什么会长 也无心参与到这场纠纷里来 但是听到这句话 他眉头微醋 抬眸 看向二长老 还请您解释下 什么叫不明不白 他语调清浅 却质地有声 让人心生寒意 什么叫不明不白 难道叶小姐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二长老看向叶卓 眼底含着轻面 他生平最痛恨抄袭作弊的人 原本他很欣赏于大师 可他万万没想到 于大师会走上一条不归路 刘采一重新从椅子上站起来 倘若叶小姐光明磊落 不如我们当着大家的面 比试一场 闻言 台下的众人立即附和斗 对对对 比一场 只有比才公平 叶卓微微起身 就这么看着刘采一 比什么 这里是国画界 当然是比会画了 不如就以田园风光为主题 来画一幅画 刘采一回答 听说叶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不知道叶小姐敢不敢比 为什么不敢 叶卓微微挑眉 这一路走来 叶卓看了不少挂在展厅的话 他本以为他的画 已经够差的了 没想到国画界的话 比他画得还要差 由此可见 国画界也不过如此 叶小姐好胆量 刘采一笑了笑 眼底含着讥讽 论画画 刘采一可是专业的 叶卓不会以为 这回他还能作弊吧 绘画和考核赛不一样 考核赛可以提前知道答案 叶卓就等着出丑吧 思及此 刘采一心里畅快极了 叶卓转头看向二长老 如果刘副会长输了的话 我希望您和刘副会长 可以在微视界上 亲自发文跟我道歉 微视界是国画界 文学界 象棋界 书法界 共同的APP 类似于微博 平时圈子里的人 都会用这个软件来沟通交流 可以 二长老没有丝毫的犹豫 在二长老看来 叶卓不过是 打肿脸充胖子而已 就叶卓这样的 在不作弊的情况下 能因刘采一 根本不可能 叶卓微微一笑 二长老 我相信 您是得一言九鼎的人 到时候出而发二可就好看了 放心 我绝对不会出而发二 二长老挺了挺胸 有您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叶卓又转头看向刘采一 刘副会长呢 当然可以 刘采一可不认为自己会输 接着道 不过 如果叶小姐要是输了的话 我希望叶小姐可以主动发文 承认自己抄袭 可以 刘采一的眼底 闪过一道得逞的神色 叶卓就等着出丑吧 她本以为叶卓会想办法拒绝 没想到叶卓这个蠢货 居然同意了 雨落 刘采一从坐席间走出来 往后台上走去 叶卓眉眼不变 微微起身 岑老太太拉了拉叶卓的手 叶子加油 虽然她一点也不担心叶卓会输 但该有的仪式感 却一点都不能少 叶卓微微一笑 您放心 我会的 台上 二长老已经让人布置好了绘画的画架 为了公平起见 两个画架和绘画工具都是一样的 来到台上 刘采一看向叶卓 叶小姐 虽然这两个画架都是一样的 但来者是客 你先选吧 谢谢 叶卓看了刘采一眼 落落大方地往左边的画架前走去 叶卓来到画架前并不着急落笔 而是抬手研磨 欲速则不达 画画和写作一眼 需要灵感 需要付出心血作品 才会有灵魂 给人视觉上的冲击感 刘采一来到左边的画架 开始起笔 先下手为强 画画也不例外 刘采一学习国画多年 她非常了解国画 更何况 主题还是她定的 山水田园 最近一段时间 刘采一一直在研究这个主题 还参观了不少 关于山水田园的画展 所以 在出题的时候 她心里就有了一幅 完美的山水田园 叶卓要是真的懂画的话 就不会让她来定题 这说明 叶卓根本就不懂画画 因为心里早就有了 最完美的答案 所以刘采一落起比来 也是格外的流畅 让人惊叹不已 作席间的众人 都聚精会神地看着台上 刘会长好厉害啊 不愧是会长 这幅画虽然才画了一半 但是已经让人看到了灵魂 我还是第一次 看刘会长现场作画呢 好漂亮啊 眼见刘采一都画好一半了 可叶卓居然连笔都没动一下 作席间议论纷纷 怎么回事啊 估计是不会画吧 毕竟是个抄袭狗 天哪 这也太丢人了吧 确实丢人 我都替她尴尬 就在这时 叶卓拿起毛笔 沾了沾墨水 起笔勾勒 她起笔的速度很快 快到让人 只能看到一道道残疑 只是 快是挺快的 就是让人看不懂在画些什么 毫无章诚 比起画画这个词语 或者用涂鸦来描述 会更加贴切 我的天啊 她在搞什么 我也看不懂 是在鬼画幅吗 我要是她的话 直接找个地方钻下去算了 齐老看着叶卓 也微微醋眉 难道真的是她看错人了 叶卓根本就不懂画画 齐老的眉头越皱越深 听着众人的议论声 刘采一勾勒勾唇脚 现在只是个开始而已 一会儿 她会让叶卓更加难堪 她会用实力向叶卓证明 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才女 叶卓吗 不过是个跳梁小丑 叶卓眉眼依旧 在众人的议论声中 神色淡淡地换了只毛笔 开始上色 定型 就像变魔术似的 原本乱糟糟的话 在叶卓的手下 变得鲜活起来 就像 突然一下子被赋予了生命一般 议论声在此刻戛然而止 空气中安静到可怕 就像是 被谁突然按上了暂停键一样 二长老不可思议地揉了揉眼睛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的话 他可能不相信 这是真的 更不相信 一个看起来只有十八九岁的小姑娘 能把国画画得那么好 可偏偏 这一切就是真实发生的 作席间的众人也惊呆了 我的天 这画得也太好了吧 真厉害 我都要哭了 听到作席间众人的议论声 刘彩一嘴角轻勾 想来大家都被他震慑到了吧 他这幅作品 从去年的三月份就开始构思 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完成 刘彩一早就知道 他这幅画完成之后 众人肯定会非常震惊 但是他没想到 众人会震惊成这样 刘副会长 我画好了 你还要多长时间 就在这时 空气中出现一道清浅的声音 这是叶卓的声音 画好了 叶卓能画出什么鬼东西 我也画好了 刘彩一眼底全是不屑的神色 放下画笔 回头看向叶卓 目光落在叶卓身旁的画上 这一看 他直接就愣住了 脸色煞白 整个人都傻眼了 这 这幅画是叶卓画的 背景是夜晚 整个乡村被一片黑色笼罩着 天空上繁星璀璨 夏天的夜晚 三两个孩童拿着蒲扇 正在捉萤火虫 萤火虫的点点亮光 正好和天上的繁星相互辉映 萤竹秋光冷画屏 青罗小扇扑流萤 天街夜色凉如水 坐看千牛之女星 不远处 还有几个孩童 围绕在白胡子老爷身边 倾听着过去的故事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 这幅画都没有任何瑕疵 很简单的一幅画 一共就三个色 可就是这么一幅简单的画 却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大家自动把自己 带入成画中的角色 他们画中是诉说故事的老者 是扑捉萤火虫的孩童 亦或是那梁闲聊的路人 刘采一此时才反应过来 众人刚刚为什么那么震惊 他不敢相信 不敢相信这幅画是夜卓画的 更不敢相信 夜卓有这样的本事 他本以为 自己可以很漂亮地 赢了夜卓的 虽然刘采一很不想承认 但此时此刻 他不得不承认 夜卓这幅画 确实被赋予了灵魂 一个画家 最大的成功就是 能引起观众们的共鸣 夜卓做到了 此时此刻 所有人的情绪 都沉浸在这幅画里 无法自拔 齐老在这个时候反应过来 走到夜卓身边 很诚恳地道 夜小姐 你的能力 大家已经是有目共睹 我希望你能考虑下 协会会长的位置 夜卓神色淡淡 谢谢齐老厚爱 不过 我对会长这个位置 没什么兴趣 您还是把他留给 有需要的人吧 比如 刘采一 刘采一 他可是个不可多得人的人才 刘采一现在坐上会长的位置 还有什么意思 夜卓这番话 比直接打他一巴掌还要狠 难道他只配用夜卓不要的东西吗 刘采一全身都在发抖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下去 夜卓转头看向刘采一和二长老 对了 我在微世界上 等着二位的赔礼道歉 刘采一脸上 说不出个什么神情的 二长老的表情 也非常不好 谁能想到夜卓会赢 刘采一甚至没想到 夜卓会画画 夜卓在他心里 就是个什么都不会的千金大小贱 这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的话 他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 一句话说完 夜卓便转身往台下走去 岑老太太激动地站起来迎接夜卓 叶子 你刚刚这是太厉害了 我也觉得我挺厉害的 夜卓微微挑眉 接着道 这个地方怪没意思的 岑奶奶 我们回去吧 今天晚上的经历 败坏了夜卓对国画界的所有好感 好 咱们回去 岑老太太点点头 就在两人决定离开的时候 岑老太太似是想起了什么 往回走去 叶子你等一下 怎么了 夜卓微微回眸 岑老太太接着道 我去把你画的画带上 你画得那么好 可不能便宜了这些人 雨落 岑老太太便快步往台上走去 在众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拿下画架上的画 转身就走 潇洒到不行 齐老追上岑老太太 唐姐 您别走 有话好好说 没什么好说的 岑老太太甩开齐老的手 气呼呼地道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小子也不是什么好鸟 你要是好鸟的话 刚刚那么多人误会我孙媳妇 也没见你站出来 给我孙媳妇说半句话 我算是看透你了 齐老接着道 唐姐 我给您道歉 给叶小姐道歉 齐老也很后悔 他后悔没有一直信任夜卓 可现在 后悔还有什么用呢 道歉 道歉要是有用的话 要警察干什么 林老太太看向齐老 接着道 再说 要是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捶你抄袭的话 然后再跟你道歉 你能接受吗 呸 啥也不是 说完这句话 林老太太转身就走 看着岑老太太的背影 齐老无奈地捏了捏太阳穴 要是时光能道流的话 他肯定会阻止二长老 二长老站在一旁 脸色通红 今天本来是竞选会场的好日子 出了这样的事情之后 只好宣布暂停竞选大会 延期再举行 大长老管胜今天有事情不在 听说二长老的所作所为时 气得太阳穴秃秃地 对着二长老破口大骂 你究竟有没有长脑子 我一天不在 你就给我捅出这么大一搂子 竟然觉得 叶小姐是抄袭 那可是文学界的考核赛 如果文学界纵容自己人抄袭的话 他们举办这个考核赛 还有什么意义 叶小姐要是抄袭的话 她能用两种文字 写出来解题过程 现在书法界 象棋界 文学界各个都把叶小姐当保 你可倒好 居然还把叶小姐往外退 目前书法界 象棋界都想拉拢叶卓 原本管胜也想让叶卓 加入国化界的 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 想让叶卓加入国化界 简直是天方夜谭 二长老低着头 我也不知道叶小姐那么厉害 她要是知道叶卓那么厉害的话 肯定不会往枪口上撞 但是 二长老一心只想着 给刘采一讨回公道 根本就没想那么多 不知道 就可以随便误会叶小姐抄袭吗 管胜脸上青筋爆起 你也不看看今天是什么场合 二长老自知理亏 没说话 齐老上前一步 很愧就得到 其实这事也怪我 是我没有及时阻止他 我要是阻止他的话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管胜看了齐老一眼 深深地叹了口气 心里非常难受 你平时也不是什么糊涂的人 今天怎么就没有阻止他 因为叶小姐太年轻了 齐老接着道 怪我没考虑周全 管胜看向二长老 接着道 大丈夫一言祭出四马难追 你快去威视界 给叶小姐道歉 这件事 我们国画界 必须要得拿出点诚意出来 希望二长老道歉之后 叶卓能消消气 原谅他们 二长老有些不甘心 不管怎么说 他都是国画界的前辈 让他给一个小辈道歉 这不是让人笑话吗 他不想道歉 他也拉不下这个脸 见二长老半天不说话 管胜接着道 我让你去道歉 你听到没有 二长老顶着巨大的压力 点点头 知道了 不过 二长老虽然点头了 却并没有真的要去道歉 反正只是口头协议而已 他不道歉 叶卓又能怎样 说不定时间长了 叶卓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管胜接着道 还有那个刘采一 刘采一 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二长老惊讶地抬头 什么意思 管胜道 刘采一一次又一次地质疑叶小姐抄袭 毫无悔改之心 让我们国画界颜面尽失 这种人肯定不适合留在国画界了 他的职位暂时由平江来代替吧 这也算是给叶卓一个交代 毕竟这件事确实是国画界做的不地道 如果他们不拿出点诚意的话 不光是没法跟叶卓交代 也没法跟文学界的交代 要知道 文学界的那些人 个个都互短得不得了 文言 二长老微微皱眉 在这些个后生小辈中间 他最欣赏的人 就是刘采一 管胜现在要处分刘采一 二长老心里自然是不开心的 这件事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怎么能牵连到刘副会长呢 刘副会长是个有大财的人 管胜都要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你给我闭嘴 如果不是为了刘采一 事情也不会闹成今天这副甜点 雨落 管胜回头看向齐老 这件事交给你去办 齐老点点头 好的 二长老非常不甘心 接着到 事情也没那么严重吧 刘副会长是我们国画界的人才 你这样不是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吗 在二长老看来 他们国画界完全可以培养出 属于自己的人才 根本没必要贴着脸去讨好文学界 讨好夜卓 管胜听出了二长老的言外之音 叹了口气 现在的文学界已经不是以前的文学界了 你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 二长老还想再说些什么 齐老站起来道 走 我们出去吧 二长老被齐老拽走 这边 二长老刚走 就有助理来通知管胜 大长老 文学界的历首席和于大师来了 二长老前脚质疑夜卓抄席 后脚文学界的历首席和于大师就来了 用脚趾头 想想也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肯定是来护短的 管胜赶紧道 请他们去贵宾厅 我马上就来 好的 助理点点头 管胜接着道 泡壶好茶送过去 雨落 管胜又补充道 去仓库拿点我去年收藏的紫云风 紫云风是茶中极品 仅仅一克就高达五位数售价 当然最重要是有价无市 管胜也是辗转好多关系 才买了250克 平时管胜碰都不会让人碰一下 偶尔想尝尝味道 也是数着茶叶片去啪泡的 但现在管胜也顾不得肉疼了 安抚好于大师和管胜最重要 叶卓和岑老太太并没有马上回去 附近有一条特别火的美食街 一老一哨去逛美食街了 叶子 你喜欢吃榴莲吗 岑老太太问道 挺喜欢吃的 叶卓回答 岑老太太满脸惊喜 真的吗 叶卓点点头 我也可喜欢吃榴莲了 但是他们都不喜欢吃 这回可算是找到知音了 岑老太太兴奋地道 我知道 那边有个卖烤榴莲的 咱们去试试吧 烤榴莲 叶卓微微挑眉 烤出来的榴莲 真的能吃吗 叶卓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岑老太太拉着 往卖烤榴莲的摊位上走去 虽然烤榴莲听起来 确实挺黑暗料理的 但买的人却非常多 都排起了队 叶卓道 岑奶奶 我来排队就行 您先去站个座 好的 岑老太太点点头 接着道 我顺便去买个臭豆腐 你要吃臭豆腐吗 可以来一份 那我去了 岑老太太去买臭豆腐了 叶卓接着排队 没一会儿 就排到了叶卓 老板 我要两份烤榴莲 好的 叶卓接着问道 多少钱 两份五十块 叶卓拿出一张五十块递给老板 老板似是没想到 叶卓会给现金 抬头看了眼叶卓 毕竟现在的年轻人 大多数都是用手机支付 这一看 老板眼底浮现出惊艳的光 刚刚听到叶卓的声音时 他就感觉 这是个美女 没想到 真人比想象中的还要好看 老板微晃了顺 将烤榴莲递给叶卓 美女小心烫 谢谢 叶卓拿着烤榴莲 来到桌子前坐下 岑老太太买臭豆腐 还没回来 叶卓便拿起手机回复信息 打开手机后 发现是冯导发过来的消息 冯导告诉他 乡村第一期已经定档了 叶卓有些意外 说好的一个星期后 才会出定档消息 没想到这么快 就审核通过出结果了 叶子 这一期节目出来之后 你肯定会爆火的 要不要考虑注册个微博 其实叶卓是有微博的 只是没有认证而已 毕竟 他只想安安静静地 做个吃瓜群众 叶卓回复 暂时还不想注册微博 冯导看着叶卓发过来信息 冷了下 他本以为叶卓 肯定会同意注册微博 毕竟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 没想到叶卓直接就拒绝了 难道这人就一点都不想火吗 冯导接着发过去 一段文字 叶子 我手里边现在有一部大女主戏要派 女艺角色还没定 想邀请你来试镜女艺 这部大女主戏原定的女艺是宋晨瑜 但是 在见过叶卓之后 冯导便发现 宋晨瑜和女艺的气质 差点的不是一点半点 叶卓简直就是从剧本中走出来的女艺 说是邀请叶卓试镜 其实就是走个过场而已 只要叶卓点头 这个女艺的角色 就是叶卓的了 谢谢厚爱 但我演技不好 可能要辜负您的一番心意了 拒绝了 叶卓还是拒绝了 冯导挠了脑脑袋 突然有些不明白 叶卓为什么会答应参加出演 乡村 上综艺不就是为了火 然后拍电视剧 成为大明星吗 怎么叶卓半点这个意向都没有 一时间 冯导突然有些摸不准叶卓的性子 不过叶卓不答应没关系 他可以去找黎上 黎上是邢天下的老总 叶卓是邢天下的签约主播 只要黎上同意了 叶卓肯定得同意 四季次 冯导打了个电话给黎上 说明来意后 黎上直接道 没问题 我这里就没问题 冯导又是一愣 明明黎上才是邢天下的老总 怎么现在给他一种 叶卓才是邢天下老大的错觉 冯导郁闷地挂了电话 美食街这边 叶卓等了一会儿 岑老太太拿着东西过来了 她不止买了臭豆腐 还买了其他小吃 以及两份叶卓爱吃的甜品 岑奶奶 谢谢您 岑老太太笑着道 傻孩子 咱俩谁跟谁 对了 这烤榴莲好不好吃 我还没吃呢 叶卓拿起勺子挖了一勺 味道还不错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奇怪 你也尝尝看 岑老太太也吃了一口 我感觉比没烤的 要好吃很多 叶卓将烤榴莲吃完 又开始吃臭豆腐 对了岑奶奶 我参加的那个综艺节目 已经定当了 真的吗 岑老太太眼前一亮 什么时候开播 叶卓道 周五晚上八点 岑老太太下意识地 掰了下手指头 今天已经周二了 也就是说 再有三天就能看了 嗯 叶卓微微点头 岑老太太接着又道 现在能看预告吗 应该可以看了 叶卓道 闻言 岑老太太立即拿出手机 打开APP 找预告片 一共三分钟的预告片 只说这一季 有意想不到的新嘉宾加入 为了保持神秘感和收视率 全程都没让叶卓露个脸 岑老太太把手机扔到一边 无语地道 看了个寂寞 这个节目组 可真是会掉胃口 叶卓笑着道 这是他们一贯的作风 就在这时 岑老太太突然把手机拿起来 激动地道 叶子 这双手是你的吧 叶卓抬头一看 只见屏幕上正播放着他做饭的画面 是我 叶卓微微点头 虽然岑老太太一眼就认出了 这是叶卓的手 可弹幕上的粉丝们却没认出来 啊 这是陈鱼的手 爱了爱了 会做饭的陈鱼 还有魅脸 早就知道陈鱼会做饭 这一期嘉宾有口福了 啊 终于等到 乡村第二季了 陈鱼好厉害啊 这刀工一看 就是练家子 弹幕上几乎都是送陈鱼的粉 岑老太太气呼呼道 怎么哪儿都有这条丑鱼 这明明是我孙媳妇的手 叶卓笑着道 陈奶奶 您别生气 我刚参加 乡村 大家不认识我也正常 等节目播出之后 一切就都能真相大白了 听了叶卓这话 陈老太太心里好受了不少 那我就原谅那条丑鱼一次 咱们吃东西 从美食接出来 已经傍晚五点了 刚好附近有家电影院 叶卓突然想到 她还从来没有跟陈老太太一起看过电影 接着道 陈奶奶 咱们去看电影吧 好啊 陈老太太接着道 我听说最近出了一部大片 非常好看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三天就过去了 周五 叶卓参加的综艺节目 乡村 就在今天晚上播出 陈老太太特别激动 把陈家的几个姐妹都叫回来了 说是有大事宣布 陈玉英笑着道 奶奶 您是有什么大事要宣布 搞得这么隆重 陈老太太回头看了看钟表 接着道 叶子前几天去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 今天晚上八点钟播出 所以我把你们大家伙都叫回来 咱们一起看叶子上电视 文言 陈玉英眼底 有讥讽的神色闪过 叶卓去参加乡村的事情 他是知道的 毕竟宋陈渝也是嘉宾之一 乡村 不是什么普通的综艺节目 没有剧本 也没有台词 非常考验演员的应变能力 和专业能力 像叶卓这种没名气 又没表演精力 还什么都不会的人 去了也只会丢人线眼而已 明星和网红 本身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明星靠实力和演技征服粉丝 网红只要在镜头前扭几下 叫几声哥哥就行了 陈玉言几乎都可以想象出来 叶卓在节目组 是怎么丢人现眼的了 如果不是为了 看叶卓丢人现眼 陈玉言也不会回来 叶卓在镜头前表现得越差 对宋陈渝就越有利 要不然 陈老太太和陈家的这些人 永远都看不到宋陈渝的好 陈玉言拍了张照片 给宋陈渝发过去 我们全家人都在等着八点钟 乡村 开播 宋陈渝那边 应该是有事情去了 并没有立即回复 听到陈老太太的话 陈月牙直接从沙发上跳起来 真的假的 叶子去参加综艺节目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怎么一点点丰盛都没听到 陈老太太笑着道 就前不久的事情 你们太忙了 所以叶子就没说 叶卓非常低调 并不是遇到什么事 就喜欢大肆宣扬 陈月音道 奶奶 叶子参加的是 冯导导演的乡村吗 对 陈老太太点点头 就是乡村 陈月音笑着道 我去年还追过乡村呢 没想到 今天卓卓就去参加了 对了 卓卓以后准备进攻娱乐圈吗 不是 陈老太太接着道 叶子不是有个传媒公司吗 她去参加节目 是为了给公司增加知名度 哦 原来是这样 陈月音点点头 陈预言勾勒勾唇脚 增加知名度 她看是给公司拉黑 还差不多 就在这时 宋陈渝回复了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得知陈家人都守在电视机前看 乡村 宋陈渝非常激动 这次 乡村 一定会让陈家人 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她 至于叶卓 只有给她当垫脚石的份 宋陈渝和叶卓不在一个队 她并不知道叶卓的表现 但用脚趾头也能想得出来 叶卓肯定是丑态百出 倘若乡村 有剧本的话 叶卓还可以跟着剧本演 可问题是 乡村 根本就没有剧本 叶卓什么都不会 跟她一起合作的几个演员 又不喜欢她 叶卓想在 乡村上有什么出色的表现 简直太难了 如果叶卓真有什么出色的表现的话 前天放预告片 也不至于连叶卓的脸都不露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很快就到了八点钟 乡村 在香蕉台准时播出 播了播了 岑老太太激动得不行 岑家的几个姐妹 也非常激动 专心致志地看着大屏幕 镜头刚开始 便是一个农家小院 小院里的环境非常优美 镜头往后拉 还能看到整个东周的地理位置 终于等到 乡村第二季了 前排打卡 打卡 好好期待乡村的神秘嘉宾 还是节目组会搞噱头 放个预告片掉人胃口 我去网上查了很多资料 都没有查到 这个神秘嘉宾到底是谁 楼上加一 别的不说 乡村的保密工作是真的可以 因为前期掉足了大家的胃口 后面节目组又安排上了一波热搜 所以 乡村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预告片在网上就有了超21的点击 镜头再往后拉 就看到陆琪送一碗 以及卫星志正坐在小院里闲聊 没过一会儿 昌玉和王宣诚已经隐为就来了 唯唯今年好漂亮啊 卧槽 昌玉居然比王宣诚矮 王宣诚的官方身高是178 可想而知 昌玉有多矮 脑残粉别喷 三人进来后 便开始讨论宋陈瑜 妈呀妈呀 我也是 亲世佳人 喜欢上陈瑜的 没想到一碗也喜欢陈瑜 陈瑜怎么还没到 就在此时 传来敲门声 我陈瑜来了 陆琪走过去开门 果然是宋陈瑜来了 一看到果然是宋陈瑜 弹幕上就更加精彩了 我女神今天这身打扮 简直太鲜了 哎呀呀 终于等到陈瑜了 陈瑜不愧是五千年一遇的美女 本来尹瑜也不丑 但陈瑜来了之后 尹瑜就变成路人了 尹瑜还好吧 她走到的是青春范 很明显和陈瑜路线不一样 楼上的就不要踩一捧一了 宋陈瑜进来之后 便和众人讨论最后一位嘉宾 听到最后一位嘉宾 是网红的时候 几人的脸色都变了变 网红 我没看错吧 乡村 居然请了网红过来 我的天 乡村的门槛 真是越来越低了 随便请个三四线的也好啊 请个网红过来 算是什么 无语了 节目组神神秘秘这么多天 我还以为请了个什么样的大咖呢 原来就是个网红 乡村的口碑要垮 无语了 节目组疯了吧 为了钱 口碑都不要了 请网红过来干什么呢 带货吗 网红脸都是大同小异的 等着吧 一会儿有好戏看了 楼上正见 一般的网红 都离不开滤镜和瘦脸 他们的颜值 还真没法跟明星比 我有点期待 到底是哪个网红 这一下不仅是节目组要翻车 那个网红也要翻车了 我突然挺佩服他的勇气 居然敢参加含金量这么高的节目 就不怕被喷死吗 看到屏幕上的弹幕 曾欲言微微勾唇 这还没开始呢 叶卓就被人吐槽成这样 一会儿开播了 叶卓肯定会更惨 曾老太太就见不得别人说叶卓不好 皱着没道 关了 把那个凡人的弹幕给我关了 这些人 一天到晚就知道乱闭闭 曾欲言笑着接话 奶奶 这才刚刚开始呢 大家还没看到卓卓 对卓卓有误会很正常 咱们再看看 说不定后面都是夸卓卓的呢 夸叶卓 怎么可能 难道大家的眼睛都瞎了吗 曾欲言是想让曾家的众人 看着弹幕上夸送陈瑜 闻言 曾老太太觉得 曾欲言这话说得挺对的 那我就再忍忍吧 一光闪过 目光转至电视上 这个时候 小月的门又被人敲响了 节目组剪辑了很多 观众们只看到 尹薇飞奔着过去开门 并不知道叶卓等了多久 门一开 屏幕前立即出现 一道修长的身影 黑衣黑裤 头上还戴着个鸭舌帽 样子有点酷 这个网红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好像有点酷啊 装神弄鬼 还戴个帽子 可能是没脸见人吧 肯定很丑 下一秒 叶卓将头上的帽子拿掉 并朝英卫伸出手 这一秒 弹幕上直接炸了 卧槽卧槽 这个网红怎么这么好看 盛世美颜啊 妈呀 这腰真细 喜塔拉 YC的叶 卧槽 卧槽 叶子 叶爸爸 我的天啊 叶子居然上综艺了 真的好漂亮啊 我都怀疑 是不是节目组 单独给她开滤镜了 妈呀 这个主播我粉了 漂亮有什么用 一看就是那种 养尊处优的大小姐 估计就是来体验生活的 乡村可是要干活的 她行吗 花瓶一个 连我们陈鱼的一个小手指头 都比不上 接下来 便是宋陈鱼主动给叶卓打招呼的画面 看到叶卓认识宋陈鱼 居然也不主动打招呼 反而让宋陈鱼主动打招呼 这下弹幕上彻底炸了 不就一个网红吗 居然还跟陈鱼白谱 陈鱼脾气可真好 换我我可忍不了 楼上加一 我也忍不了 一点礼貌都没有 真的是够了 就这种人 根本不配上电视 看到屏幕上都在指责 叶卓没礼貌的时候 陈鱼眼脸上的笑容 就更深了 现在只是个开始而已 叶卓只会越来越丢脸 陈老太太接着道 关弹幕 赶快给我把弹幕关了 看得我脑袋疼 陈月牙也老大不高兴了 接着道 奶奶 要不您再忍忍 说不定一会儿就好了 很快 镜头便切到分队的时候 看到宋陈鱼和宋一婉 以及陆琪 还有王轩成分道一组的时候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还好某网红不跟陈鱼一组 要不然 陈鱼肯定会被他拖后腿 自食其力 我喜欢 蓝队的人好幸福啊 居然能吃到陈鱼亲手做的饭菜 某网红我真的醉了 我们陈鱼做饭 你也学我们陈鱼 请问您做的饭能吃吗 东师笑皮 恶心心 心疼红队啊 不知道要吃什么黑暗料理了 镜头一转 又到了割草环节 首先看到的是 宋陈鱼不小心割破手的环节 心疼陈鱼 陈鱼快回去歇着吧 这点伤至于拿窗壳贴吗 不是我说 宋一碗的动作 要是再慢点的话 宋陈鱼手指上的伤 就该愈合了 宋陈鱼是不是有点做了 楼上加一 我也是这样觉得 黑一粉真的是无脑黑 难道你们平时在切菜的 是不小心把手切了 连窗壳贴都不贴的吗 陈鱼不过是贴了张窗壳贴而已 就被你们喷成这样 别理那些黑粉 陈鱼在我心中 就是最好的陈鱼 镜头再到 回到红队这边 原本众人以为 叶卓肯定会偷懒不割草 没想到 叶卓搁的比昌玉和卫星智还快 更重要的是 他干活的时候很认真 让人看得也赏心悦目 这个网红跟我想象中的 有点不太一样 你们注意到了没 叶子的手都被刀具磨出水泡了 可他并没有像宋陈鱼那样卖惨 楼上的 我特地暂停了去看 叶子的手上 确实被磨出了两个大水泡 我也看到了 小姐姐这种精神 值得点赞哦 割完草之后便去摘西瓜 众人看到宋陈鱼 居然拒绝回去休息 坚持带伤搬运西瓜的时候 但沐上又不淡定了 心疼陈鱼 陈鱼你辛苦了 陈鱼真的为蓝队付出了好多啊 之前还有黑粉 在黑陈鱼为了偷懒不割草 如果陈鱼真的是在偷懒的话 他就不会跟大家一起搬西瓜了 再看红队 魏星智和昌玉 不过是随口说了句 让叶卓回去休息 叶卓居然真的回去休息了 而且是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个网红没长脑子 他没看到大家都在忙 这就有点败坏路人员了 在场的哪一个人不是他的前辈 前辈都没有回去休息 他居然回去了我真是醉了 这人是没有情伤吗 刚刚在割草那里 我对他印象还挺好的 现在收回我刚刚说的话 看到这里 陈鱼言心里畅快极了 叶卓终于被群嘲了 陈老太太看着弹幕上的字 气得脸都白了 我们叶子刚刚割草的时候那么努力 几乎三分之二的草都是他割的 回去休息下怎么了 这些人凭什么指指点点呢 奶奶 您就别生气了 咱们接着往下看 陈鱼言压下眼底的得意之色 假模假样的劝曾老太太 节目组并没有将 夜着借拖拉机的过程捡进去 画面一转 便看到尹为惊讶地 看着不远处驶过来的拖拉机 卧槽 卧槽 小姐姐这是把拖拉机开过来了 6666666 这是什么神仙小姐姐啊 爱了爱了 明明是在开拖拉机 我怎么看到一种 小姐姐是在骑大马的感觉 妈呀 小姐姐好帅 我要去妙音关注小姐姐 楼上加一 加二 原本对夜着嫌弃不已的网友们 纷纷变成星系 夜着将拖拉机停下 和众人一起 把西瓜往拖拉机上班 小姐姐真的像得大力士 哈哈 魏老师和昌玉都惊呆了 看到这里 曾老太太也乐开了话 我孙媳妇真厉害 居然还会开拖拉机 他们这些人 刚刚不是还在喷叶子偷懒吗 现在被打脸了吧 叶子好厉害啊 曾家的几个姐妹 也是惊讶的不行 曾玉妇脸上的笑容 正在一点点的消失 她没想到 事情会有这样的反转 更没想到 夜着会开拖拉机 啊 就在这时 电视机里突然出现 隐为的尖叫声 这是遇到那条菜花蛇了 昌玉跑过去时 而已被吓了一跳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身影走过来 很淡定地抓起地上的菜花蛇 节目组还很调皮 在她背后加了一个 就是英雄的特效 卧槽 我没看错吧 徒手抓蛇 小姐姐真的好厉害啊 会开拖拉机 还会抓蛇 这个小姐姐 我爱了 这难有力 简直了 我被叶子帅哭了 我男朋友没哭 然后我就把她打哭了 这样的神仙小姐姐 真的爱了 天哪 我真的好喜欢叶子 红队这边很轻松 就把西瓜拉回去了 然后去鱼塘捕鱼 再看红队那边 还在辛辛苦苦地搬运西瓜 去鱼塘捕鱼回来之后 叶卓便带着鱼 去给大爷还拖拉机 叶子真的好有礼貌啊 大爷和大妈也非常热情 叶子真的是个宝藏啊 红队这边马上都要做饭了 蓝队那边还在搬西瓜 其实他们也可以去接拖拉机的 可惜没人会开 紧接着 镜头又切换到叶卓做菜的画面 他和尹维 两人配合得很好 一个洗菜生活 一个切菜炒菜 我还以为这俩会把厨房炸了 没想到 居然配合得这么好 叶子真的是个宝藏女孩 卧槽 原来在预告片看到做饭的人 不是宋陈瑜 是叶子 隔着屏幕 我都闻到饭菜香了 很快 四菜一汤就上桌了 卫星智端起杯子 带着英卫何昌玉 给叶卓敬酒 叶卓也端着杯子站起来 谢谢卫老师 唯唯 昌玉 其实辛苦的不是我一个人 你们也辛苦了 这杯酒敬咱们大家 卧槽 小姐姐情商真高 叶子好会说话啊 这样的叶子 我真的爱了 叶子做的菜 也太好吃了吧 我看卫老师 连汤汁也放过 我也想吃 蓝队这边吃好饭之后 红队那边才开饭 红队这边做饭的人 是宋晨鱼 我怎么感觉 陆七吃青菜的时候 表情怪怪的 何止是陆七一个人怪 仔细看就会发现 宋一碗 还有王宣成他们 都很怪 应该是菜没洗干净吧 快看78分025秒的时候 碗里的那条鱼 根本就没PO 宋晨鱼不是会做饭吗 怎么连鱼都不PO 特地倒回去看了下 鱼肚子确实没PO 怪不得大家的表情那么复杂 宋晨鱼有点崩人设 跟红队的叶子比起来 宋晨鱼差的 不是一点半点 自己吃的也很痛苦 虽然他演技挺好的 但我还是从他的表情中看到了 画面一转 又到了叶卓蒸荷花糕的时候 小姐姐是真能吃啊 刚吃了饭 又吃甜品 这才是真正的吃货吧 宋晨鱼说自己是吃货 结果连半碗饭都没吃完 很快 镜头又转向第二天早上 叶卓很早就起床了 喜说好第一件事 就是出去跑步 小姐起得真早 跑完步回来之后 就开始给大家准备早餐 跟隔壁蓝队比起来 红队悠哉的像是来度假的 宋晨鱼好像还在睡觉吧 真羡慕红队队员 可以拥有一个那么好的叶子 蓝队的陆琪他们 肯定后悔死了 很难以为宋晨鱼会带他们吃大餐 没想到宋晨鱼连菜都洗不干净 我要去关注叶子的妙音账号了 卧槽卧槽 真的是叶子 叶子你居然敲铭力地参加了 乡村 我说叶子怎么前段时间没有直播 原来是参加综艺节目了 来了来了 叶霸我们来了 都爬墙过来了 很快 第一期节目就结束了 曾预言本来是想看叶卓在节目上出丑的 没想到 叶卓不但没有出丑 反而火了一把 该火的人没有火 不该火的人反而火了 这算什么 节目播出之后 乡村立即上了热搜 警号乡村叶子 警号 警号徒手抓蛇的叶子 警号 警号开拖拉机的叶子 警号 警号做饭的叶子 警号 警号西塔拉 YC的叶警号 微博上的热搜内容几乎被叶卓承包了 短短两个小时 叶卓在妙音平台上就涨了500多万的粉丝 另一边 宋承瑜并没有观看乡村 因为不看也知道 节目结束之后 他肯定会上热搜榜的 毕竟 他的流量在那里 现在叶卓肯定已经被黑得体无完肤了 宋承瑜勾了勾唇 打开微博 看到微博热搜榜的那一刻 宋承瑜还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微博前五的热搜关键词 居然不是他 不是他也就算了 反而让叶卓上了热搜 热搜词典进去 全部都是关于叶卓的照片 每条关键词下面的评论和转发都过万了 第一条热搜更是被贴上报的标签 不仅如此 宋承瑜还发现 网上多了很多关于他的负面评论 有人说他做 有人说他假 竟然还有人说他比不上叶卓 他比不上叶卓 宋承瑜气得连手机都摔了 他本以为这次叶卓上节目 肯定会变成全网潮的对象 没想到 叶卓不仅没有被全网潮 反而大大的火了一把 宋承瑜眯了眯眼睛 曾预言知道宋承瑜心里肯定不好受 便开车来宋承瑜这边 安慰宋承瑜 陈瑜 网上的那些话 你别放在心上 宋承瑜笑着道 其实网上说的没错 我确实是比不上叶卓的 谁说你比不上叶卓的 曾预言皱着眉道 我看就实话 你们参加的那个节目有黑幕 除了会开拖拉机之外 那条蛇和叶卓做的饭 都是节目组安排的道具吧 没有 宋承瑜摇摇头 这可说不定 曾预言站起来道 我看这里面肯定有鬼 要不然就叶卓那样的 能徒手抓舌 能做饭 宋承瑜接着道 预言 这没有证据的话 可不能随便瞎说 时间不早了 你快回去休息吧 我真的没事 曾预言道 我晚上留在这陪你吧 宋承瑜也遇道 你敢跟我说 楼下没人在等你 虽然宋承瑜这些天 一直都在参加节目 但是他和周瑞有通电话 周瑞的计划完成得很顺利 就在昨天 曾预言已经和周瑞表白了 被宋承瑜一语说重心事 曾预言有些不好意思 陈瑜 你在瞎说什么呢 宋承瑜笑着道 跟我还不好意思呢 曾预言抬头看向宋承瑜 陈瑜 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从你的眼神中看出来的 宋承瑜接着道 预言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心里在想什么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那个男孩子肯定很好吧 我从你的眼底看到了幸福 曾预言点点头 他很好 就是 说到这里 曾预言犹豫了下 怎么了 宋承瑜接着问道 曾预言接着道 就是年纪有点小 他才21岁 我都39了 曾预言本来只是想跟周瑞玩玩 毕竟他们俩之间相差18岁 可是相处下来 曾预言发现 他是真的爱上周瑞了 周瑞虽然年纪小 可他心智特别成熟 最重要的是 他和周瑞在一起 很有共同话题 他喜欢的东西 周瑞都喜欢 周瑞喜欢的东西 他也非常喜欢 宋承瑜拉着曾预言的手 预言 真正的喜欢 可以超越年龄的 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吗 身高不是距离 年龄不是问题 曾预言惊讶地看着宋承瑜 陈瑜 你真是这么想的 他本以为宋承瑜会很不看好他们 没想到宋承瑜会这么支持他 这让曾预言非常感动 宋承瑜点点头 预言 我是真的希望你能幸福的 因为从你的眼睛里 我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男孩肯定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你的年龄摆在这里 既然幸福来了 你就应该好好好好把握住 不要让幸福溜走了 有些东西 一旦溜走了 就再也回不来了 曾预言就这么看着宋承瑜 眼底全是恍然大悟的神色 不得不说 宋承瑜这番话 可算是说到他的心凯里去了 他都39了 能遇到一个合适自己的男孩 不容易 他应该好好把握住 不能错过周睿 要是错过周睿了 他要去哪里 再找到像周睿这样的男人 所以 宋承瑜说得非常对 宋承瑜简直就是他人生中的明灯 能在迷茫的黑夜中 曾预言抱了下宋承瑜 陈瑜 谢谢你 我想我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 宋承瑜也伸手拥抱住曾预言 预言 你是的我最后好的朋友 没有谁比我更希望你幸福 你跟我说谢谢 是不是太见外了 曾预言无比庆幸能遇到宋承瑜 如果不是宋承瑜的话 他的人生肯定是一团糟 陈瑜 在我心里 你早就是我的家人了 曾预言接着道 虽然少卿现在跟夜中在一起 但是我相信 总有一天 我们家人肯定会看清夜中的真面目的 宋承瑜脸上笑容不减 预言 是你对夜小姐的偏见太深了 我感觉夜小姐是个特别好的人 既然我也喜欢她 那咱们就应该祝福她们 曾预言的眼底全是不屑的神色 好 他要是好的话 就不会去勾引陆修了 他明知道 我之前喜欢陆修 好了好了 宋承瑜拍了拍曾预言的肩膀 陆修那件事已经过去了 你现在不是有你的男孩了吗 对了 你现在跟我说说他呗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宋承瑜本就是演员出生 在说这番话的时候 人事也看不出来他在演戏 文言 曾预言脸上浮现出羞男的神色 他叫周锐 我跟他是在一个酒会上认识的 他人特别好 很体贴 对了 我跟他 是我先追他的 陈瑜 你说以后我跟他在一起时间久了 他会不会变心啊 曾预言还挺担心这个问题 毕竟他跟周锐 是他先动心的 曾预言是一个喜欢就要表白的人 他不会把喜欢藏在心里 周锐对他来说 是个非常不一样的男生 在酒会上 周锐拒绝了所有上前搭讪的小女生 在酒会结束之后 曾预言本以为周锐借散给他 是为了要他的联系方式 没想到周锐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直至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再次遇到了周锐 宋晨瑜笑着道 放心吧 不会的 爱情里不分谁先表白 虽然看上去是你先表白的 说不定周锐早就动心 他年纪小 可能是有别的顾虑 所以才迟迟没有跟你表白 所以 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听了宋晨瑜的话 曾预言放心了不少 宋晨瑜接着地道 周锐不是还在楼下等你吗 你快下去吧 别在我这里耽误时间了 那我先下去了 嗯 宋晨瑜点点头 我就不送你了 咱们找个机会 你再带我正式地见一下周锐 好的 曾预言笑着道 那等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安排你们见面 宋晨瑜目送着曾预言往外走 直直看不到曾预言的身影 宋晨瑜脸上的笑容 消失得一干二净 眼底有微光闪过 楼下 看到曾预言下楼 周锐立即从车里走出来 预言 你可终于下来了 你要是再带不下来的话 我就要去公寓里面 挨家挨户地问了 曾预言笑着道 这才过去半个小时而已 有那么夸张吗 才过去半个小时吗 周锐一愣 看了看腕表 我怎么感觉 都过去好几个小时了 宇洛 周锐抱住曾预言 怎么办啊预言 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你了 曾预言笑着道 谁知道你是不是有嘴滑舌 周锐交过很多女朋友 应付曾预言这样的老女人 简直就是信手拈来 我对你是一片真心 日月可见 你要是不信的话 可以把我的心挖出来看看 曾预言今年已经39岁了 很多方面都和年轻的小姑娘没法比 但好在曾预言的那张脸还能看 加上曾预言有钱有权 为了钱 周锐倒也还能忍受 要不然 周锐才懒得应付曾预言这样的老女人 曾预言很喜欢周锐 对她的话自然是深信不疑 她长得好看 身材好 性格也好 还有气质 周锐迷上她也很正常 周锐接着道 今晚去我那吧 曾预言有假 和周锐在一起将近半个月 她还没有和周锐发生过什么实质性关系 别犹豫了 周锐将曾预言往车里一推 我又不会吃了你 听到这句话 曾预言脸上一趟 半推半就地坐进车内 周锐就住在附近 很快 车子就到了目的地 和曾预言想的不一样 周锐似乎并没有什么其他想法 他只是想亲手 给他做顿烛光晚餐而已 曾预言和很多人都约过会 但还是第一次 有男人亲自为他下厨 看着周锐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 曾预言非常感动 不一会儿 两份见见好的牛排 就摆在曾预言面前 预言 我出生不好 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打拼来的 说出来你别笑话 牛排这种东西 在我16岁之前见都没见过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牛排 你快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曾预言优雅地切下一块牛排 鲜嫩多汁 火候掌握得刚刚好 我很喜欢 雨落 曾预言抬头看向周锐 周锐 在我眼里 你是个非常优秀的人 你别这么妄自菲薄 我不管你的过去是什么样的 我爱的是现在的你 曾预言不是那种注重门第的人 他一点都不在意周锐的出生 一个人决定不了自己的出生 但他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 就比如周锐 周锐虽然出生不好 可他非常有才华 有商业头脑 如今不过21岁 就小有成就 不知道甩同龄人多少条街 所以 曾预言很欣赏周锐 非常欣赏 他交往过很多男朋友 可从没有哪一个像周锐这样 让他爱到了骨子里 周锐让他知道了 什么叫一日不见 思之如狂 文言 周锐低下头 脸上 说不清楚个什么神色 预言 我怕我配不上你 你是曾家的四小姐而我 我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 有宋陈瑜的帮助 加上周锐对曾预言这些天了解 周锐把曾预言的性格 摸得透透的 可能是从小 就是曾家四小姐的原因 曾预言虽然已经39岁了 可他的智商 却还不如一个未成年人 对待曾预言 只要表面功夫做好就行了 顺便再卖卖惨 曾家是高门大户 无论是怎样的豪门权贵 都比不上曾家 所以 关于家事问题 周锐根本就不容隐瞒 普通家庭出生 反而更能赢得曾预言的好感 像曾预言这样的千金大小姐 他就喜欢以一副高高在上 悲天敏人的姿态 俯视着一切 我不嫌弃你 曾预言伸手握住周锐的手 周锐 你也不要看清自己 你虽然出生一般 可现在的你并不比谁差 周锐低着头 预言 你是我第一个这么认真喜欢的女孩 我希望能和你一直走下去 可我怕你的家人朋友们 不看好我 毕竟我们俩的家事 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要不趁着现在 咱们好聚好散吧 周锐 你在说什么呢 什么叫好聚好散 曾预言接着到 在我没有说分手之前 你永远都是我男朋友 还有 我的朋友也非常看好你 他和我一样 都不是那种看家事的人 至于我的家人 他们也会尊重我的意见 所以 你完全不用有这种担忧和顾虑 真的吗 周锐抬头看向曾预言 满脸的不可思议 心里却在嘲笑着 曾预言这个老女人 可真是够蠢的 她随便应付几句 她还当真了 简直比那些 刚毕业的大学生还好骗 想到以后自己 就要成为曾家的女婿 曾五爷的姐夫 周锐心里又得意的不行 等她娶了曾预言 这京城 她就可以横着走了 周锐从没想过 他们老周家 会在她手里发扬光大 听说曾绍青 是个不婚主义 不婚主义没有后代 以后她就是曾家 唯一继承人 她和曾预言生的孩子 也是曾家唯一的血脉 到时候 整个曾家都是她的 曾家的其他三个姐妹 都已经嫁人结婚生子了 这外嫁女 肯定是不能回家继承家产的 剩下的 就只有她和曾预言 周锐越想越兴奋 那样子 好像已经成为曾家的主人了一样 不过那个时候 曾家就不能称为曾家了 应该被称为周家 当然是真的 曾预言拥抱住周锐 周锐 我爱你 我会一直和你在一起 你也不许变心 你要是敢变心的话 曾预言一句话还没生活往 周锐便道 如果我要是变心的话 就天打五雷轰 不得好死 别瞎说 曾预言吓得捂住周锐的嘴 周锐紧紧地抱住曾预言 预言 我对你的爱 海枯石烂天长地久 只要你不变心 爱上其他男人 我就不会变心 曾预言主动吻了下周锐 我和你一样 无论什么时候 我都不会变心 预言谢谢你 周锐动情地回稳住曾预言 但他并没有下一步动作 这让曾预言很意外 他本以为接下来的事情 可以顺理成章 没想到周锐居然是个正人君子 分明忍得很辛苦 却没有愉悦半步 这让曾预言更加确定 周锐就是那个 值得让自己托付终身的那个人 周锐 曾预言抬头看向周锐 眼底春意盎然 周锐就这么抱着曾预言 百花丛中过的他 哪能看不懂曾预言眼底的意思 接着道 预言 你是个好女孩 我想好好珍惜你 我现在不能碰你 万一我们在一起之后 你的家人对我不满意 这对你来说不公平 周锐永远都是这样 无论做什么 他都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曾预言笑着道 就算他们所有人都不满意你 我也要和你在一起 周锐 别想那么多 我爱你就够了 说完 曾预言又主动稳住了周锐 这个稳暗示性太强 周锐也知道 差不多到火候了 再吊着曾预言的胃口的话 只会适得其反 两人纠缠在一起 一路从客厅到卧室 一个小时后 曾预言躺在周锐怀里 周锐 你会介意 我不是第一次吗 不会 周锐忍着恶心 亲了亲曾预言额头 我只要知道 你心里有我就行了 预言 现在都21世纪了 你也别想太多 周锐 谢谢你 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 不早了 咱们早点睡吧 嗯 曾预言点点头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周锐已经不在床上了 隐约能听到 周锐压低嗓子 在卫生间里 和谁打电话 曾预言眯了眯眼睛 女生都有好奇心 她也不例外 听到周锐刻意压着嗓子 曾预言非常好奇 难道 周锐背着她在外面有人了 曾预言轻手轻脚地走过去 贴在门边上 清晰地听见了里面的说话声 撤姿了 为什么会撤姿 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人要陪 没时间过来 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你先把那些 要离职的员工安稳住 先这样 虽然只有几句话 曾预言也能听出来 应该是周锐的公司 出现什么问题了 原来 在周锐心里 她比公司和事业更重要 要不然 周锐也不会说 有很重要的人要陪了 似及此 曾预言的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转身往卧室的方向走去 周锐听着细微的脚步声 眼底浮现出得意之色 等着 鱼儿马上就要上钩了 昨天晚上辛辛苦苦陪曾预言一晚上 曾预言回到卧室 开始换衣服 虚于 周锐也从卫生间里走出来 看到曾预言已经起床了 有些意外的道 预言 你怎么醒这么早 现在才八点 你再睡会儿 我去给你做早餐 等早餐做好了 我再叫你 你等一下 曾预言开口 怎么了 周锐问道 曾预言接着道 周锐我问你 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周锐的公司出现问题 身为周锐的女朋友 她当然不能视而不见 不闻不问 没有啊 周锐摇摇头 曾预言眯了眯眼睛 真没有 周锐笑着道 真没有 曾预言站起来 拉着周锐的手 很认真的道 周锐 咱们俩是男女朋友 是最亲密无间的关系 我不希望你对我有什么隐瞒 周锐是个聪明人 他知道 不能立即把木耳说出来 这样太明显了 他得让曾预言主动拿钱给他 毕竟现在是曾预言倒贴他 而不是他倒贴曾预言 真的没事 预言 你别乱想 周锐摸了摸曾预言的脑袋 接着道 早上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曾预言想了下 我想吃三明治 可以 周锐点点头 那我先去做饭 曾预言接着道 周锐 你真的没事情瞒着我 真的没有 傻瓜别乱想 说完 周锐就转身去厨房了 曾预言看着周锐的背影 脸上全是笑意 周锐的张种种表现都在告诉他 他没有看错人 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好男人 周锐跟他在一起 不图全室 也不图钱 很快 周锐就做好早饭了 预言 快出来吃饭 来了 曾预言洗漱好 来到餐厅开始吃饭 周锐不光做了三明治 还熬了粥 并且贴心地把粥 都给曾预言盛好了 刚熬好的粥 有点烫 我给你吹吹 周锐虽然比曾预言小 可曾预言在他身上 却完全看不到代沟 和周锐在一起 被照顾的那个人是他 大家都说 姐弟恋女方会非常累 可曾预言却不这么觉得 喝了口粥 曾预言看向周锐 周锐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真的没有事情要跟我说 真没有 曾预言放下碗 看向周锐 周锐 早上起来 你躲在卫生间里打电话 我都听见了 周锐一愣 我明明就很小声 曾预言拉住周锐的手 接着问道 你公司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还好 周锐心里早就有了 应付曾预言的一整套办法 预言你不用担心 不是什么大问题 我都听到有股东开始撤资了 还不是大问题啊 曾预言反问 周锐叹了口气 预言 这是我的事情 我不想让你掺和在里面 你跟我在一起 我想让你快快乐乐的 不想让你知道这些烦恼 公司是我的 这些烦恼也是我的 曾预言知道 周锐这是在为他着想 可你不让我知道这件事 那我怎么帮你呢 周锐看向曾预言 预言 我知道你有能力帮我 也知道你是真心想帮我 但我并不想接受你的帮助 为什么 曾预言不可思议地问道 周锐接着道 预言 你出生比我好 家世比我好 我们之间本来就有很大的差距 我不想被人说花女人的钱 更不想让你被人议论 说到这里 周锐叹息一声 你信不信 现在很多人都怀疑 我是因为钱跟你在一起的 我一个大男人受点委屈不算什么 可你是我女朋友 身为男朋友 我应该呵护你 保护你 怎么能让你被人议论呢 周锐将一个好男人形象 表现得淋漓尽致 曾预言也被他感动得一塌糊涂 这一瞬间 曾预言可以为了周锐 付出所有的一切 我不怕被人议论 我也愿意给你花钱 曾预言动容的道 你现在是我男朋友 咱们就应该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现在你的公司出现问题了 我这个当女朋友的 居然手旁观 这像什么样子 周锐动容地拥抱住曾预言 哽着嗓子道 预言 谢谢你 有你这番话就够了 公司那边我会自己想办法 你放心 我肯定有办法解决的 曾预言拿出一张卡 这里面有五百万 你先拿去应应集 密码是我生日 不 我不能要你的卡 周锐直接拒绝 曾预言板着脸道 周锐 你要是不收下这张卡的话 那我们就分手 预言 你快收下 曾预言直接把卡塞到周锐的手里 周锐还想再拒绝 曾预言道 周锐 想好再说话 除非你想跟我分手 不 我不想跟你分手 那就好好收着 无奈之下 周锐只好手下曾预言 硬塞过来的卡 还是千金大小节的钱好赚 平时找宋晨鱼要一百万 宋晨鱼都得犹豫半天 曾预言一出手 就是五百万 吃过早饭 周锐开车送曾预言回去 预言 今天公司有事 我就不能陪你了 晚上我再来找你 去吧 曾预言体贴得到 工作要紧 周锐把曾预言送到楼上 这才离开 上了车 周锐打了个电话给宋晨鱼 我搞定曾预言了 想办法让他怀孕 宋晨鱼声音 从手机屏幕那头传过来 怀孕 周锐冷了下 昨天晚上 他们做了措施 怀孕是不可能了 这样是不是太快了 宋晨鱼接着道 只有让曾预言怀孕 你才能彻底地 在曾家站稳脚跟 曾家除了曾预言之外 各个都是人精 如果周锐不让曾预言怀孕的话 周锐永远别想得到曾家人认可 也只有孩子 才能彻底地绑住曾预言 周锐也不是傻子 很快便明白宋晨鱼的用意 接着道 好的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嗯 宋晨鱼接着道 有新进展的话 记得随时跟我说 跟曾预言单独相处的时候 记得收连点 别露出了狐狸尾巴 小心使得万年传 周锐在曾预言面前 就是个假人 所有的一切都是装出来的 如果让曾预言 识破周锐的真实嘴脸 那所有的一切都将会前功尽弃 另一边 曹薇这些天 一直没放弃查叶卓的资料 他本以为这辈子都没机会 查到叶卓的真实身份 毕竟连Baron那样的黑客大神 都束手无策 没想到叶卓会突然参加了的综艺节目 看着电视机里的那道身影 曹薇微微眯着眼睛 这个女孩 长着一张颠倒众生的脸 看似对什么都漫不经心的 实则 就这股漫不经心理 却裹挟着一股 让人无法忽视的痕迹 还带着几分匪气 为了了解叶卓 曹薇耐着性子 坐在电视机前 看完了整期节目 一开始 节目里的几个明星 对叶卓的意见都挺大的 甚至在他还没有露脸时 就已经开始孤立他了 可他却用实力征服了他们 徒手抓舌 开拖拉机 承包队员们的一日三餐 大家从一开始不屑 到现在钦佩不已 各种情绪变化 纵使隔着电视机屏幕 都能很清晰地看到 连带着弹幕上 粉丝们的态度 也跟着转变不少 曹薇的手 又落在叶卓 正在切菜的手上 准确地来说 是那颗小红质的位置 这颗小红质 确实跟叶狼化手上的 那颗小红质的位置 一模一样 这一次 他有没有找错人呢 叶卓和叶狼化 到底有没有关系 曹薇立即着手 让人去查叶卓的资料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到了 录制第二期节目的时间 叶卓准时来到节目组 和第一次不同 这回叶卓刚到小院 就受到了大家的 最热情的欢迎 因为直接冲出来 一把拥抱住叶卓 叶子 你可来了 我都等你好长时间了 路上耽误了会儿 卫星智递过来一个 芭比娃娃 叶子 我女儿看看了 上一期的节目之后 特别喜欢你 这是她送给你的礼物 谢谢 叶卓接着道 您女儿叫什么名字 她叫翻番 一番风顺的番 叶卓转头看向镜头 拿着芭比娃娃道 翻番阿姨很喜欢这个芭比娃娃 谢谢你 雨落 叶卓又转头看向导演 冯导 这段别剪 昌玉笑着道 叶子 冯老师的女儿 今年八岁 你才多大呀 就自称阿姨 而且还是在镜头面前 大多数女孩子都很在意年龄 但叶卓好像一点都不在意这个 甚至还自称阿姨 叶卓笑着道 我也到了当阿姨的年龄了 总不能占一个小朋友的便宜 昌玉好奇的道 叶子 你今年多大呀 二十 因为惊讶的道 卧槽叶子 你居然比我小五岁 昌玉笑着道 那叶子比我大两岁 要点脸好吗 因为笑着道 都是快奔三的人了 还在这里装嫩 下午 导演给两个队布置的任务 是去深山探险 导演组在山顶上 藏了一个宝盒 哪个队最先找到宝盒 就算哪个队赢 两个队同时出发 上山的路不好走 八个人走到半山腰处停下 开始休息 东周因为气候原因 深山藏着很多果树 一年四季 随时都有成熟的野果 叶卓趁着众人休息的空档 去里面转了一圈 昌玉第一个发现 叶卓不见了 好奇的道 叶子呢 昌玉摇摇头 不知道 刚刚还在这里呢 卫星知道 不会是走丢了吧 要不要去找找 昌玉点点头 那咱们 现在就去找找吧 山上的环境 本来就复杂 加上东周的气候又好 到处都是灌木丛 和参天大树 叶卓一个小女生 走丢了也很正常 大家爬山 本来就已经够累的了 现在还要去找叶卓 这让蓝队的陆琪 非常有意见 不可否认 叶卓在第一期节目上 表现得确实不错 但他也不能因此 就自大狂妄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这里可是山上 在山上 就应该跟着大家一起走 他这样单独行动算什么 为了表现出 他很厉害吗 宋陈瑜笑着道 叶子那么厉害 肯定不会走丢的 咱们再等等 说不定叶子一会儿就回来了 陆琪接话道 陈瑜说的没错 咱们再等等吧 叶子应该马上就回来了 我看叶子 也不是那种 没有时间观念的人 就在这时 空气中出现脚步声 尹维回头一看 满脸惊讶地道 叶子 维维 尹维接着道 叶子你去哪了 叶卓道 我看到那边 有野生的莲雾 就去摘了点 尹维这才看到 叶卓手里提着个袋子 叶子 你这个袋子里 不会装的都是莲雾吧 叶卓维维点头 是莲雾 你尝尝看好好吃 这个时间 莲雾刚刚成熟 水分特别多 尹维尝了口莲雾 味道确实不多 清甜清甜的 比在超市买的 不知道要好吃多少呗 叶卓又拿着莲雾 分给其他人 大家爬山爬得又累又渴 此时叶卓拿来莲雾 刚好解了燃眉之急 导演一口气吃了两个 叶卓摘了满满一大袋子 在场的每个人都能分道 叶子 你真是太厉害了 你是怎么发现 山里有莲雾的 昌豫问道 叶卓笑着道 东周气候好 我在咱们上山的时候 就看到附近有很多野果 所以你们休息的时候 我就去附近转了转 发现一棵挂满莲雾的果树 想着你们肯定都渴了 我就多摘了点 昌豫朝叶卓伸出大拇指 一时间 话题和镜头 又重新回到叶卓身上 连带着节目组的其他人 都对叶卓称赞不已 宋陈瑜皱了皱眉 叶卓太出彩了 这跟他想象中的 完全不一样 他本以为可以在节目上碾压叶卓 没想到 不但没能碾压叶卓 反而让叶卓出尽了风头 不行 不能再让事情这么发展下去了 再这样下去的话 叶卓就真的要进入娱乐圈了 叶卓现在还没有进入娱乐圈 黑粉就已经在带节奏抹黑他了 叶卓一旦进入娱乐圈 娱乐圈还有他说话的份 他得想个一劳永逸的办法才行 思及此 宋陈瑜眯了眯眼睛 吃完连雾 众人接着赶路 宋陈瑜和宋一婉走在一起 两人一边走着 一边聊天 宋一婉道 陈瑜 听说你这几天有新剧要播出 你演技这么好 新剧肯定能爆火 宋陈瑜本身就流量女星 拿了诸多奖项 只是差点火候而已 这次新剧要是大爆的话 宋陈瑜在娱乐圈中的地位 就可以再升一个高度 到时候 他将是需要被仰望的存在 宋陈瑜笑着道 我算什么 咱们上一期节目结束之后 热度都在叶小姐身上 你相不相信 等这期节目播出以后 他肯定又要爆火一次 不说别的 就拿今天的联务事件来说 放在节目上 又是一大看点 宋一婉眼底闪过不屑的神色 接着道 他再红也只是个网红而已 跟你还是没法比的 宋一婉打心眼里 就看不上叶卓 就算叶卓做得再好 又能怎样 网红就是网红 网红永远都比不上明星 宋陈瑜看了眼宋一婉 一婉 这你就错了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不管叶小姐是明星还是网红 只有有人喜欢 他就可以出道 更何况 叶小姐又那么优秀 他在妙音平台上的粉丝都快破译了 你没看见吗 现在摄像组的镜头 基本上都是在围着他转 他才是整个节目的热度 跟他比起来 我算什么 说到这里 宋陈瑜的嘴角彻底一丝苦笑 别说我了 怕是咱们整个蓝队的人加在一起 都比不上一个叶小姐 文言 宋一婉抬头看去 宋陈瑜说得很对 现在节目组的中心 都在叶卓和红队那里 摄像机更是对着叶卓一直拍 连给镜头都没给他们红队 只要有叶卓在 旁人就别想出头 宋一婉好歹也是个流量小花 之所以来 乡村就是因为乡村的热度 现在乡村的镜头 全部都在叶卓那里 他反倒被一个网红碾压 这算什么 导演这也太不公平了 宋一婉猝着眉 咱们这边哪一个人比叶卓差 他凭什么不给我们镜头 算了 宋陈瑜拍了拍宋一婉的手 谁让叶小姐有实力呢 宋陈瑜能忍气吞声 就这么算了 可宋一婉不行 他在娱乐圈这么长时间 还从没有被谁欺负过 现在却在节目上 被一个网红碾压 叶卓凭什么 宋陈瑜转头看向宋一婉 一婉你也别想那么多 其实叶小姐有热度 也不是什么坏事 她有热度 就代表咱们这个节目有热度 到时候 咱们也能跟着沾光不是 沾光 这话听得宋一婉心里非常难受 难道她现在已经轮到 要沾一个网红的光了吗 宋一婉看着前面叶卓的背影 眼底闪过一道微光 宋陈瑜的视线 淡淡从宋一婉脸上划过 嘴角微微勾起微不可见的弧度 拍摄依旧在继续着 宋陈瑜视线捕捉到镜头 往这边移过来 挽着宋一婉的胳膊道 一婉你累不累 宋一婉刚想说些什么 宋陈瑜用眼神示意 宋一婉摄像机一过来了 宋一婉立即会议 笑着道 不累 陈瑜 你累不累 还行 不是很累 不一会儿 就到了山顶 山顶范围很广 陈瑜观察就会发现蛛丝马迹 叶卓顺着线索来到山顶的西边 宋陈瑜眯了眯眼睛 立即上了上去 叶子 等等我 叶卓微微回眸 就看到宋陈瑜朝这边跑过来 微笑着回眸 陈瑜 虽然叶卓不是很喜欢宋陈瑜 但这毕竟是在排节目 大家都相互称呼对方名字 他要是来聚送小姐的话 肯定会引发热议的 宋陈瑜笑着道 叶子 你觉得节目组会把东西藏哪 大概就在这附近吧 叶卓语调淡淡 宋陈瑜接着道 那咱们合作吧 叶卓微微挑眉 合作 这倒是稀奇了 虽然宋陈瑜从来不说 但他能从宋陈瑜眼底看出来 宋陈瑜对他有很深的敌意 事出反常必有妖 叶卓下意识地摸了下 衣服上的第二粒钮扣 笑着道 陈瑜你刚刚说什么 宋陈瑜一愣 叶卓为什么要重新问一遍 是刚刚没听清 但他也没有多想 接着道 我们合作一起找宝盒吧 找到的线索 咱们两个对互相分享 行 叶卓点点头 那咱们走吧 叶卓跟上宋陈瑜的脚步 两人一边走一边聊着 宋陈瑜用余光看了叶卓一眼 眼底全是讥讽的光 他还以为叶卓有多聪明 原来也不过如此 宋陈瑜眯了眯眼睛 他再等一个机会 再等一个 可以让叶卓沦为全网黑的机会 摄像组在他们的后面 今天摄像组没带无人机拍摄 宋陈瑜眯了眯眼睛 他常年拍戏 能精准地算出摄像机拍摄的角度 他身后就是一条山沟 如果他此时掉下去的话 摄像机肯定拍不到过程 三 二 一 就是现在 宋陈瑜脚下一滑 直接掉进了沟里 啊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拍摄组都愣住了 导演还以为宋陈瑜是在跟叶卓开玩笑 宋陈瑜是顶级流量女星 因为第一期节目的播出 叶卓也爆火了 这两个人在一起 哪怕什么都不做 那就是话题 陈瑜 叶卓立即伸手去拉宋陈瑜 回头看向导演 陈瑜摔倒了 快叫医疗组过来 冯导下得赶紧扔掉手里的烟头 跑过来道 陈瑜没事吧 可能有点麻烦 叶卓将宋陈瑜从沟里拉上来 医疗组来了吗 宋陈瑜脸上都是血 人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 看上去有些害人 冯导下的步行 拿着对讲机道 快点 医疗组给我快点 马上都要出人命了 就在这时 医疗组抬着担架跑过来 经过医疗组的检查 发现宋陈瑜额头上的伤比较严重 简单处理之后 救护车便把宋陈瑜接到医院去了 宋陈瑜突发意外 节目组只能暂停拍摄 宋陈瑜在娱乐圈的咖位可不低 更何况 乡村又是热门综艺节目 得知宋陈瑜因为拍摄 乡村受伤住院 立即有很多娱乐记者过来蹲守拍摄 大家都想拿到一首消息 警号宋陈瑜录制 乡村第二期受伤 警号 警号宋陈瑜破相 警号 警号宋陈瑜住院 警号 警号宋陈瑜病危 警号 娱乐圈本来就是个听风救世雨的地方 很快 宋陈瑜病危的消息就在全网扩散 宋陈瑜微博评论 全都是祈愿平安 陈瑜你一定要好好的 太突然了 姐姐昨天还在发了关于留守儿童的新闻 今天就出事了 我还在期待姐姐的第二期节目呢 姐姐怎么样了 脱离危险了吗 突然有一条评论画风突变 把陈瑜受伤过程的录像公布出来 接下来的评论就都变了 听说陈瑜在受伤的时候 是跟某网红在一起的 卧槽 这内幕很大 看第一期的时候 我就感觉这两人不对劲 某网红明明认识陈瑜 却不主动打招 傲得不行 没想到第二期还没出来 陈瑜就受伤了 楼上这么一说 我又把第一期节目倒回去看了一遍 确实很不对劲 请节目组还我们一个真相 公布陈瑜受伤录像 事情愈演愈烈 到最后 节目组的官方账号 都被宋陈瑜的粉丝攻击了 冯导急得来回夺步 但是宋陈瑜掉到沟里的时候 他们的摄像头 根本就没有拍到具体过程 只拍到了两人的背影 准确地来说 是夜卓的背影 可如果把这样不清不楚的视频 发出去的话 只会做失网友们的猜测 不能发视频 冯导只好第一时间发微博澄清 冯友德V 陈瑜在录制节目时突发意外 导致脸部受伤 我们也非常痛心 现在我们节目组 正在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 此次事件 纯属意外 请大家不要随意猜测 祝陈瑜早日康复 我们大家都在期待 他的凯旋归来 是意外的话 你怎么不敢发录像 你们录制节目的时候 不是全程拍摄的吗 垃圾节目组 求公开录像 宋一婉看着微博上的状况 轻轻勾纯 开始编辑微博 宋一婉V 这张照片是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偷偷发给我 为了避免他受到牵连 这里我就不说他是谁了 我以为当事人会主动站出来承认错误 可是没有 从头到尾 他都没有跟陈瑜说一句对不起 什么都不说了 大家直接看图吧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他永远不会缺席 图片JPG 照片上 正好是宋一婉摔倒的瞬间 从宋一婉拍摄的照片来看 就像是叶卓把宋一婉推下去的一样 不得不说 宋一婉的时间掌控得刚刚好 网上本来就有很多人 都在关注宋一婉受伤这件事 加上宋一婉是用大号发的 他本就坐拥两千万的粉丝 微博一发出去 热搜就爆了 警号宋陈瑜受伤真相 警号 警号乡村节目组黑料 警号 警号心疼宋陈瑜 警号 警号送一婉十名举报YC的夜 警号 我就知道有内幕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他永远不会缺席 希望行凶者 能得到法律的严惩 这种恶心的人 就应该关他一辈子 如果没有这张照片的话 节目组的导演 是不是就要替他遮掩过去了 好心疼陈瑜啊 被迫跟这种人一起拍节目也就算了 现在居然还被人欺负成这样 重要的是 那个贱人 居然一点悔意都没有 真TM恶心 夜卓一条一条地翻看着微博 清俊的脸上 没有半点神色 一开始只是五六条热搜而已 现在渣浪的热搜 居然全部被他承包了 而且 热搜名还在不停地更换 可以看得出来 应该是 有人在背后控屏 撤热搜 夜卓眯了下眼睛 就在这时 一道浓烈的阴影 从头顶上方压下来 而后 他的手机就被人抽走 酒红色的流苏 从他的手背上一扫而过 低沉的声音 自耳盼响起 这段时间不许看手机 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 夜卓微微抬眸 便看到 一张过分疏冷的脸 薄唇微敏 眉眼间蒙着一层寒霜 你怎么来了 陈绍青沉着脸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也不跟我说 陈绍青很少会关注娱乐圈的事情 如果不是夜卓参加 乡村 又连上好多次热搜榜的话 他肯定会错过这件事 看到这些热搜后 陈绍青就放下手中的所有事情 连拖鞋都没换 就飞到东周了 夜卓眉眼淡淡 小事 不用放在心上 也比没要跟你说 祖宗 陈绍青捏了捏太阳穴 现在整个热搜页面都爆了 还小事 夜卓微微挑眉 所以是你在背后控屏车热搜 陈绍青微微汗手 得知这件事以后 陈绍青就立即通知公关部门 马不停蹄地撤热搜 控屏 可这件事的热度太高了 一条热搜被撤掉 便有数十条热搜又上来了 舆论最难控制 怕夜卓一个人会胡思乱想 陈绍青连拖鞋都没换 就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没想到 这人根本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不用撤热搜 这件事闹得越大越好 陈绍青回眸看他 毛唇清起 你有视频 夜卓轻轻点头 现在就看宋陈瑜怎么回应了 目前网友们热情高涨 事情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 宋陈瑜今天晚上 肯定会发微博回应的 联系公关部 宋陈瑜其实早就醒了 看着微博一次又一次的瘫痪 宋陈瑜眼底全是得意的神色 夜卓想跟他斗 还是太嫩了点 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局面 夜卓现在已经是 人人喊打的存在了 连过街老鼠都算不上 宋陈瑜让助理拿来化妆品 给自己化了个虚弱的妆容 然后拍了张自拍照 编辑文字发微博 宋陈瑜V 对不起 让大家担心这么长时间 我已经好很多了 医生说 马上就可以出院回家了 然后谢谢一碗 对我的维护Ati送一碗例 我很喜欢一碗的那句话 正义或许会迟到 但他永远不会缺席 其实关于那天的事情 我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我就记得当时 和叶子争吵了两句 然后整个人就掉到了身后的沟里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就已经在医院了 另外 我现在很好 谢谢大家关心 虽然医生说 额头上的伤可能会流疤 但是没关系 多涂点遮瑕膏 就能盖住了 小可爱们 答应我 以后要是在镜头前看到了这个疤 也要假装看不见哦 图片 JPG 这条微博一发 就相当于坐实了叶卓的罪名 虽然宋成瑜并没有直接指出来 是叶卓推的他 可字里行间 全部都是对叶卓的控诉 字字气血 句句诸心 看到宋成瑜回应 宋一碗立即发微博回应他 成瑜看到你没事 真是太开心了 期待你的归来 宋成瑜在宋一碗的评论下 发了个拥抱的表情 宋一碗因为这件事 涨粉两百多万 无数广告代言找上门 这才不到两天 就接通告接到手软 宋成瑜这条微博一发 还不到三分钟 就立即就上了热搜 我 好心疼姐姐 被人欺负了 也不敢吱声 成瑜别怕 你的身后 还有我们这些粉丝 我们一定会跟恶势力 抗争到底的 真的要被那个恶心的网红 气死了 从事情发生到现在 人家连面都没露一下 他到底有什么后台 请节目组 还我们一共公道 换成瑜一个公道 某网红滚出娱乐圈 成瑜 我们大家都等着你去起诉他 这已经涉嫌故意杀人了 最好让他把牢底坐穿 迟迟成瑜起诉 最好能把节目组 也一起起诉了 看到宋成瑜发微博之后 叶卓才慢吞吞地 编辑一条微博发出去 今天也要好好吃瓜 等了这么长时间 终于等到宋小姐回应了 既然宋小姐自称 已经不记得事情的经过 那我就帮你好好回忆一下 视频 图片 jpg at宋成瑜v at宋一晚v 视频不长 一共五分钟 图片上是对诽谤罪的 立案标准量刑的解释 这条微博一发 立即引来全网围观 热搜也立即跟上 警号宋成瑜事件反转 警号 警号欠叶子 一个对不起 警号 警号宋成瑜白莲花 警号 警号宋一晚涉嫌诬陷 警号 警号年度最佳白莲花奖项 警号 我就知道 这件事跟叶子没关系 叶子是清白的 我爱叶子 我以前还挺喜欢宋成瑜的 没想到他居然是这种人 真的有种 被人为了口使的恶心感 宋一晚真他妈恶心 支持叶子 起诉宋成瑜和宋一晚 请那些骂过叶子的人 给叶子截图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不要以为你们偷偷删评论 就没事了 我都截图了 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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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上的优秀 没想到娱乐圈的水 居然这么深 连宫斗剧都整出来了 如果叶子没有这段录像的话 岂不是要被网爆了 亏我还那么信任宋一晚和宋成瑜 这两人简直就是一对恶毒姐妹花 哇好恶心啊 我之前还同情宋成瑜来着 这反转真让人意外 其实叶子真的挺善良了 之前他一直都没把这段录像放出来 估计就是想给宋成瑜一个机会 等着宋成瑜自己出来澄清 没想到宋成瑜居然反咬一口 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他头上 很快 宋成瑜宋一晚滚出娱乐圈字样 便出现在热搜上 微博热搜瞬间被宋成瑜和宋一晚占据 宋一晚在看到这些热搜的时候 吓得脸都白了 叶卓哪里来的视频 而且角度还这么清晰 现在怎么办 宋一晚整个人都慌了 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 舆论能捧起一个人 也能毁掉一个人 下一秒 宋一晚就收到了经纪人的电话 宋一晚 你在搞什么 你知道 不知道你闯大祸了 你现在赶紧来公司一趟 好 我 我马上过来 这一刻 宋一晚的嘴唇都是颤抖的 宋成瑜被一阵紧急的电壶铃声惊醒 拿起电话 喂 涛哥 有事吗 热搜 热搜怎么了 宋成瑜本以为是关于叶卓的热搜 有他那条回应在 叶卓想翻身 简直是一想天开 宋成瑜点开热搜 看到热搜页面和叶卓的回应和视频时 他整个人都傻眼了 额头上的冷汗几乎在一瞬间冒出来 甚至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直至点开视频 宋成瑜才反应过来 这不是幻觉 涛哥 我现在该怎么办